歡迎你,第一次熱鬧樂壇 你好… 我最喜歡做第一次熱鬧樂壇 因為真的好像認識一個新朋友 從他的追夢開始說 或是參加比賽開始說 我現在想先從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私人事件開始說 原來我認識陳祖 而且見了他真人很久 為甚麼 剛才我才問 因為我最關心的是 你們新一代的音樂人 現在會否需要做兼職 因為大家都明白 可能都要為生活 哪有這麼快可以追夢 或者用音樂傳職滋養自己 我就問他 陳祖,你現在是否全職做音樂 他說不是,其實我兼職做中醫 你自己說,在做中醫診所 你參選…不是參選,是你參加比賽 《造星》時也有跟大家說 對… 他說我們已經見過了 原來我看過那間中醫 一直在服務我的姑娘姐姐 就是陳祖 但你知道過去疫情三年 大家戴著口罩嗎 戴著口罩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那是他 原來我們已經認識了這麼久 對,剛才很神奇 其實我當然在這行業 我會知道大家是誰 其實我第一次見到姐姐的時候 我很緊張 然後我衝進…你不知道 很可憐 我衝進了治療室 冷靜 是嗎 提謝世家… 冷靜… 冷靜?很尷尬的是我 然後我要…不是…你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要緊 但我不行 我要維持一個專業的姑娘 對,你很專業 我繼續專業地… 服務… 服務 然後我想應該第一次 最常常的聊天 就是說起她在旁邊茶餐廳買菠蘿包 對,那間菠蘿包很好吃 對,我又不認同 我就跟她說 不好吃 我覺得那間的姐姐很囂張 她沒有說不好吃 她只說那間店的服務不好 她一向都是服務先行 她覺得旁邊的服務 沒有自己那麼好 對…我覺得這樣也是人 因為她前期… 在疫情前還收現金 然後轉了霸通 她不知為何… 她沒有特別宣布 但她又遇到別人要霸通 然後很無奈懈地跟她說 霸通,知道嗎 然後被她罵過一次 我就以後不光顧 霸通 通常好吃的店鋪 尤其是好地的店鋪 是很有態度的 也是的 即是吐吐那些 他們是態度先行 所以我們就有這樣的談談 我也很記得她的 但始終沒有試過隨罩相見 而且就算現在不用戴口罩 她們作為姑娘 都一定要戴口罩 現在就相認了 我沒有失禮你 沒有,神經病 沒有,我沒有失禮 你不能拍拖 即是我沒有的,我是禮貌的 禮貌… 亦讓大家知道 原來陳祖現在是兼職做音樂 或是追夢的過程 現在可能沒有追星的朋友說 你又是怎樣開始進入唱歌 或成為唱作歌手的道路呢 其實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唱歌、跳舞表演 我記得在《造星4》的時候 我25歲,現在27歲 當時覺得女生也有年紀 我本身的資質又不是美女 我更加要趕著 想著怎樣 好像人們趕出嫁 你打算趕到多少歲 其實我打算在《造星》之後就結束 即是打算是尾班車 對,是尾班車 即是打算先報了這個比賽 如果不行,我就乖乖地做中醫姑娘 對,或是其他事就不做這行業 但尾班車之前 你上過多少輛列車 其實真的沒甚麼 但主要是接演出、舞台劇 唱歌表演等等 然後每次收回的回答都說 你還可以的… 又沒有下文 對,就沒有下文 所以你從小到大的我的志願 就是當歌手或演員 其實是的 我很喜歡表演藝術 但有讀過嗎?或是在這方面… 其實沒有 但Hideep Hideep也有讀過 所以有很多同行的師兄師姐 都在我們 我們DI的 Digital Music and Media I see 其實現在尾班車已經上了 順利了 你那雙大眼鏡 都是很標準的 我當時看得到陳祖 因為就是你的大眼鏡 但為何今天沒有戴 對,也有社交平台上的朋友問 為何陳祖不戴眼鏡 我戴眼鏡… 眼鏡的陳祖去哪裡 其實在這裡 我以為不戴眼鏡 比較好,專用化妝師 但是造型 對,很認得你 對,這個就是陳祖 馬上回來嗎 回來了 當天真的上了尾班車 當時也進入了多少強 其實是前輪,即是96至60 我已經完蛋了 我在96強的表演出現過 就是唱過那首養貓 雖然你是完蛋了 但我是觀眾之一 我也很記得他和很認得他 你現在看你 怎麼看這個《造星》階段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得著就是… 真的有很多人認識了我 真的有很多人看到 你的角色很出色 對,我穿的衣服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當時是被花姐罵的 是嗎 她說你穿得這麼霉 一看就知道你窮 我說我真的很窮 花姐和菠蘿包姐姐 你覺得是誰 菠蘿包姐姐比較壞 花姐本身的仁切是這樣的 我覺得很正常 她也不敢說花姐不好吧 是 我看看她怎麼演繹 這就是陳祖的真性 是,真的 當花姐這樣說時 你即時的反應 我即時的反應是… 怎麼了?我真的窮 我真的窮 而且她叫我換衣服 我翌日換了第二件衣服 是新的衣服 但她也是殘舊的風格 是他們的Vintage 對…她說你換了 我說我換了,這件衣服是新的 然後她就沒話說了 你這麼好戲 那你今天這件呢 今天這件衣服也是新的 很光彩 白色的貓 白色的貓 當時你這樣或花姐會有這樣的評論 你是否也打定輸數 其實是的 我從一開始報比賽時 已經打定輸數 我在想我… 我又是甚麼呢 每個人都說我可以 但我又覺得自己不行 但我又不想自己後悔 我想把我每一次的舞台友的機會 把握得做得最好 然後一直滾到96 既然你是打定輸數 那整個過程 你抱著甚麼心態去繼續玩呢 說真的,焦慮的是 很大壓力 然後睡不好 不能睡覺 這些就一定的 但開心的就真的很開心 那種一起捱耕底的東西 然後一起完成一件一件大項目 這個感覺真的很爽 而且到現在也認識了很多 《造星》的朋友 然後剛才那年的《星差》 我們女團的三強 都是《造星4》的女生 我非常驚訝 我在家裡大喊…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獨立的音樂人 Amico、何培等等 都是《造星4》出來的 對,就是這樣 我覺得很厲害 其實當然替她們開心 但有否一刻覺得 我也想去其中一份子 也想,一定想的 但我會覺得… 當自己冷靜下來 我覺得現在的我也挺好 至少是我喜歡做的事 這是我 別人站在一個這麼大的舞台 是很漂亮的 但你不知道別人要付出多少 現在是你自己最舒服、最開心的狀態 對… 然後1996至1960就再見了 之後又如何來到 今天可以坐在《積差樂壇》 做訪問呢 然後結束了比賽後 其實很快就… 我公司、K先生 其實裏面大家的團隊 是我們D.I.科的師兄師者來的 其實大家都認識的 本身也認識的 結束後,她就約我上去 不如聊聊天 看看我們作為一間錄音室 一間將來準備的唱片公司 有甚麼可以在音樂上協助你 然後聊聊聊 就覺得其實大家都合過這方面的事情 就開始簽了他們 然後錄了比賽的時候 唱那首《座有一定的養貓》 然後就派到第二首《心理電台》 然後到第三首《青星夢》 就是現在 即是你參加《造星》 當日你認為是尾班車的 這班列車 雖然沒有得到任何獎項 但其實真的幫你去到現在你想擁有的 歌唱事業 也是 我以為的尾班車原來是首班車 頭班車 頭班車 原來是頭班車 早班火車 當日輸了或被淘汰之後 有否覺得 我回到中醫診所 直至你遇到… 一定有 是嗎 一定有 應該每個人都有 我想當你輸了 進入淘汰區 即是復活區的時候 我想大家都有那種感覺 完了… 沒有了… 幸好師兄師姐找你聊天 對… 當日談過甚麼 才決定不如我們一起走以後的路 你簽了給她 都是說一些價值觀、理念 想在香港樂壇製作甚麼音樂 給別人聽 其實是最普通的 這個題目很大 很大嗎 很闊 對 你說一些答案來聽 你想給甚麼樂迷聽 沒有 剛才我們開幕之前 阿Woody也問 其實你這三首歌 首首都不同風格 完全不同風格 我覺得這也是很有趣的問題 雖然這三首完全不同風格 但其實三首都是來自於我 我們每人都有不同的面向 有時可能我那天比較開心 我想聽一些比較開心的歌 我可以聽這首歌 然後有一天下班很累 坐車回家的時間 我就聽另一首歌 我覺得這也是我 所以我想將不同的面向 我弄出不同的音樂 去分享給大家聽 你有偶像嗎 有 林佳儀 她是在說林家謙 我怕大家聽不到 為何要這麼小聲 我害羞 如果你真的在忠衣診所 看到林家謙 你會怎樣 我立即跟醫師說 再見 醫師對不起 我不舒服 我先再見 不如太害怕 我應該會暈倒 你會逃避 你不敢面對 我不敢面對 我不敢面對 射孔射孔 好的 在你的創作路上 你覺得受到哪個影響最大 創作路上 我想是… 當然有很多 但我第一個發生出來的 是盧凱彤 由她… 說真的 《X17》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還是頗小 然後到了長大 慢慢再聽到歌曲 接觸盧凱彤的音樂 然後到了她的人生 然後到了她過世的時候 其實對我來說是很大事 然後我也想用她的精神 她的力量去幫她 或者在這個世界上一起做點事 不如我們進入 今天要介紹的新歌曲 就是在裡面想表達的是甚麼 今天有陳祖的《清醒夢》 作曲有陳祖 填詞也有陳祖 編曲有Nicoma 監製有Nicoma Hin Lo和陳祖 每個人都試過做夢 但不是每個人都去控制夢境 都睡醒了 起床回到現實 發現原來現實也無法改變太多 究竟繼續做夢還是繼續留在現實呢 今天有陳祖的《清醒夢》 你如何形容今次這首作品 剛才Woody也提及過 其實你三首很不同 你輕輕介紹一下 這首和之前兩首的不同在於甚麼 這個主要是一些Dream Pop 一些迷幻的感覺 很多搭著搭著的感覺 就是這樣 接著到IG上的朋友問問題 他們也想知道你多一點 有朋友問這首歌是否有參考 其他可能都是Dream Pop的歌 有 絕對有 黃飛 夢中人 聖那些 其實我們主要是想做 黃飛的感覺 就是懷舊一點的Dream Pop 懷舊一點的 對 但我也蠻驚訝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特別向大家提過 黃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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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我們在背後就是這樣 黃飛一點 麻煩黃飛一點 然後收回來的 feedback 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覺得 有些黃飛的感覺 然後我再問他 但是不是會令到你覺得像黃飛的某一首歌 不是的 但有那種感覺 那是好的 有些人就是這樣說 我也蠻開心 是否另外還有用其他ratchel的方法 呈現在MV上 都是一些 教到那個 那些叫什麼 晚招 然後好像你一隔 然後就在那裡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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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我和我導演和朋友說 麻煩你幫我拼一點 這樣 再迷一點 對啦迷一點 不夠迷不夠迷不夠迷 就是這樣